今天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 气温跟昨天真的是大不同 昨天还是暖乎乎的 今天又明显的转凉了 从微型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主要就是东北风 带来北方的凉空气 同时还有一些水气移入 所以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 又回到之前比较偏凉 而且多云的天气状况了 不过还好的是 明天这波东北风就会明显的减弱 风场转成偏东风 所以明天除了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短暂争雨之外 西半部地区又会回到 多云到晴朗的稳定天气 下一波天气系统变化 会在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 又会有一波新的风面云系通过 到时候在中部以北地区 才会再度的转成有雨的天气状况了 好 那么今天在气温的部分 真的是比较偏凉 不过在明天开始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气温 每天都会以一到两度的幅度挽回升 到了礼拜四 礼拜五 北部地区的高温 又有机会回到大概29度 甚至是30度 31度 暖乎乎的气温了 不过刚刚提过了 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 新的一波风面云系通过之后 北部地区气温 又会再度的下滑转凉 所以最近的春天 天气真的是变动非常的大 除了忽冷忽热之外 也是时晴时雨的 所以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 这样子的温差变化 今天还是需要穿着保长袖 不过在礼拜四 礼拜五 又可以穿着短袖 以及搭配早晚的保外套出门就可以了 好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同样的也是 最近这几天真的是比较温暖 明天稍稍凉一点点 但是到了礼拜四 礼拜五 同样的高温 又可以站上30度左右 回到一个非常温暖 甚至是有一点闷热的天气情况了 好 再来看一下降雨的变化 刚刚提过了 接下来这几天 风场会逐渐转成偏东风 所以主要下雨的地方 都是位在偏东风的迎风面 东北角东半部地区为主 所以特别提醒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看到未来这几天 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外出都要记得攜带雨至了 那么相较之下 在西半部地区 由北到南 天气状况就稳定许多了 各地都是多云甚至是多云到晴的 稳定好天气 大家务必要好好把握 礼拜五白天之前的好天气 因为礼拜五的下半天开始 新的一波风明星报道之后 中部以北地区又会再度转成有雨 而且雨势恐怕还不小 大家务必要多加注意 这样子的天气变化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西半部地区都是好天气 大家可以放心的 重新一些坏的行程 不过东半部地区 从基隆开始一直到宜兰花莲台东 都还是有下雨的机会 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务必出门都要记得席带雨具了 最后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在这个礼拜五之前 西半部地区都是好天气 但是在东半部地区 因为是位在偏东风的迎风面 很容易都会有一些地形性的降雨 大家务必要注意 出门要记得带上雨具 那么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 新的一波风明星会通过台湾 到时候在中部以北 东部地区又会再度地转成湿湿凉凉的 天气状况了 最近春天天气变动很大 忽冷忽热 湿晴湿雨 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 小心不要穿搓衣服感冒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